间谍 太明的死是八学员的孩子们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 特别是小豆豆这个班 孩子们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一个事实 早晨上课以后 不管过多么久也不见太明进来 这不是他迟到了 而是永远不会来了 一个班只有十个同学 在平时并不觉得怎样 但遇到这种情况 就会觉出人数实在是太少了 无论怎么样 孩子们全都会清楚地意识到 太明不在了 唯一幸运的是 大家的座位不是固定的 如果太明的座位是固定的 总是空在那里 对孩子们的刺激一定会更大 而八学员的习惯是 孩子们每天都可以坐在自己喜欢的位置上 这一点是值得庆幸 这一阵子 小豆豆思考的问题是 自己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呢 在小豆豆更小的时候 曾经想过要做宣传艺人 要做芭蕾舞演员 他第一天到八学员的时候 还想过做一个在车站卖票的人也不错 但是现在的小豆豆想法有了些变化 他想做一种比较有女孩味的 而且有些特别的工作 做护士好像挺不错 小豆豆又想出一个好工作 不过小豆豆立刻想起来 前一阵到医院去慰问过伤员 看到了护士给人打针 打针好像很难 那么做什么好呢 一边自言自语着 突然小豆豆想起来一个好主意 不禁喜上眉梢 对了 我怎么给忘了 以前我不是决定了吗 这可是个好主意 于是 小豆豆走到阿泰身边 阿泰正好在教室里 刚点燃酒精灯 小豆豆得意洋洋的说 我想长大以后做一个间谍 阿泰的视线 从酒精灯的火焰上 转向了小豆豆 他定定的看着小豆豆的脸 然后他向窗外望去 好像正在思考着 接着又转回来 看着小豆豆清晰地说 要想成为间谍 必须非常聪明 而且要汇好多国家的语言 阿泰的声音沉稳有力 而且可能是为了 让小豆豆容易听明白 阿泰说得很慢 说了这句话之后 阿泰蓄了一口气 眼睛仍然看着小豆豆 接着说 更重要的是 女间谍必须非常漂亮 长得不漂亮 是做不了的 小豆豆的眼神 慢慢地从阿泰身上 落到了地板上 头也渐渐地低了下去 阿泰停了一会儿 把视线从小豆豆身上移开 一边思考 一边小声说道 还有 太爱说话的人 是不适合做间谍的吧 小豆豆非常吃惊 这并不是因为阿泰反对自己当间谍 而是因为阿泰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郑重要害 每一句话 小豆豆都觉得有道理 其实 小豆豆在任何一个方面 都不具备成为间谍的才能 这一点 他自己也很清楚 阿泰说这番话 当然不是出于恶意 看来 除了放弃做间谍的梦想 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还是和阿泰商量一下好啊 可是 小豆豆心想 真了不起 阿泰和我一样搭 可他知道的却这么多 如果阿泰对小豆豆说 我想成为一个物理学家 那自己该对阿泰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你会的 因为你只用火柴 就能够灵巧地点燃酒精灯 可是 这样回答的话 未免太孩子气了 你知道狐狸的英语是fox 斜的英语是shoes 当然能成为物理学家了 但是 这个理由好像不是那么充分 小豆豆想 不过 无论如何 阿泰是很适合做那种 只有聪明人才能做的工作 于是 小豆豆望着默默 看着烧瓶里水泡的阿泰 温和地说 谢谢你 我不做间谍了 但是阿泰 你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阿泰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 挠了挠头 对着翻开了的书本 拿下头去 间谍也不行 那么 做什么好呢 小豆豆挨在阿泰的身旁 注视着酒精灯的火焰 思索着